对于四名选手来说 其他选手的选择 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一个坏表情 对吧 是的 大家可能目前来说 选择的稳定一些 但这么想清也对 因为你裁局者拿到这张图 你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呀 如果有技甲 你就相当于在丢粉 对 对吧 你拿裁局者也是丢粉 这首选择是最稳定的 倒不如说稳定拿粉的海军之眼 拿出来 看几波 对于我开局 Niko的这个大段啊 直接是顶了副位 是 X-I现在处于一个领跑位 请进入行后 请也是我们本级亚洲队的一个新人 但是其实他有几个好朋友 也算是几个好前辈 来给他去指点一些 相信他能够更快地 进入到比赛的状态 进入到我们亚洲队的节奏 这边速度很快 卡器手速拉满 哇 X-I在目前30秒的时间段 发挥了异常的稳定 而后面 Chicken又点出了副位 是 现在主战场应该还是在前面 X-I和秦这两分之间的一个差距 很小 第一第四名的差距已经来到了6秒 那意味着有7分 对 那现在X-I已经来到了第一圈的莫维 最后但千万去没验上 哇 这样的话 秦迅速拉近距离 但是这边的路 刚好干扰到他的弹胜路线 对 应该被挡了一下 好难受啊 是的 但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在做后追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蹲个10分吧 哎呀 强强CW单分 刚才是WCW过来之后 也没有把自己的速度提到最快 对 而且Chicken也逐渐的逼信了Niko 这样的话 后面的A SY 单期延续同样的比了 目前的这个成绩差的话 如果真的是差距有6秒的情况下 这局比赛的分数就有点危险了 嗯 是的 看最后 单期延续 这边路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同一看一个 可以 最稳 对的 那就 单期延续不出15分48秒27 是 琴 是8秒9分 以后是4秒5分 对 这一看也是能够完成比赛 2秒3分 恭喜 SY 在首途的 新者 大家都想在月光之城拿出 原集 哎呦 那这张图应该是琴的 王图啊 对啊 对 琴的王图 但是 没拿机甲 有着 看吧 但同车对于他来说也是个机会啊 对 如果同车能拿的话 比机甲能拿要更好一些 双侧 要侧起步 落地下来 弹气直接开 对 直接一个飘飞的跑法 但是 现在来看 XY的起步突飞能力 还是要强于琴的 哇 这边又被蹭到了 自己的小喷啊 是 看要不要采取个当铺的跑法 没有 哎呦 这边脱飘了 还好 飞动还在 是 跟上之后 这个侧身很早啊 是 琴又开始去后追XY了 看一下后面的这个 起飞 起飞 没问题 哇 很极限 这边一次又交过来之后 Chicken也没有出现失误 进入到第二圈 目前 Niko跟的还是很近的 是 这张图 就0.2级的一个差距 但是琴就后追XY这张图 你就得全名细节 刚刚在出完的时候 琴出现一点问题 导致再被拉开了0.2 是 哇 这边险些又蹭到墙 他的出完会显得 有一点点的着急 对 琴也有点急 哎 这边没上去 自己的王图 在这局比赛 可能拿不到王图分数 可能还要跳秒 哇 这一个十五 有点难受了 这边调整过来 Niko已经反超了琴 上到了第二名 最后的飞跃 会不会有人 哦 没有 很顺点 最后一个ECU 开过来 恭喜XY 哇 两个七 一个六 再重现 哦呦 这个 XY 突围能力强 稳定性 稳定性 也很高 那这张王图 没得拿到分数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XY和 琴 他们两个人 他还拉开了 对 一直是处在一个 一二名的位置 而 这把不是一二名哦 这把不是啊 但是从第一局比赛的 或者是第二局的 过程上面 来说啊 对 琴对XY的冲击 起步 这两个人都被挤到了 是 两个彼此干扰 这一把琴 起步也太难受了吧 感情还在 对 这边这边出现了 一个大的投票 但是双台是干净利落 被挡了 慢中快说 也是能够保证的 是的 这把 弹器没断掉 WCW过来之后 前面两个人 又开始互相卡位了 对 看一下这边 这个进到 这个SY 对 其实XY这一把 他能杀出来 但是杀出来以后 并没有做到特别的稳定 刚刚给到了 Niko对抗的机会 同时Chicken又上去 也是有了一波对抗 有这种小细节的操作 看这边 XY又出现 但是Niko在后面有助攻 出完很早 这边又拉了个停滞 甩尾没喷 琴已经补到了第二位 XY单身58秒88 对 那现在又是这个12名次 这边 这是WC盆 应该没有滑蛋器 键位是存在了一点问题 这边弹射又被Chicken顶开 后面三名选手 一波大乱斗 前面 XY独自欣赏自己 这还是自己的王图 后面已经开始 互卡了 这个入弯 哎呀 XU又歪 第一圈的话 应该没点到 哎 Chicken 又自己上墙了 开了氮气之后 把氮气还得卡满 这节奏好伤 过来之后 CWW出弯 快出 氮气延续 对 Niko一个内线 反召 Chicken XY在前面 虽然说也是鲁鲁薄冰 但是他的这个顶先距离 确实是能够给到他足够的安全感 这也太安全了 对于Chicken来说 最后一个进到点 恭喜XY 而且拿下的是自己的王图 8分6秒7分 比赛第一 请第二 起码这三局比赛是这样的 那这个问题出来了啊 分数逐渐扩大 但是234名的分数 感觉也是一直在这样固定着 选车有纠结的赛道 在这种情况下 选车还是完全一样的 来看一下这一局 月光之城 现在XY已经领先琴有9分了 起步XY这一把不是很顺利啊 嗯 这里开了ECU之后 这个 这个 琴杀出去了 但是XY正常来说啊 同是元旗之星 并且第一个弯到 但几满的情况下通过直线 反超了Niko和Chake两名拳手 XY这边飞得太高 飞得太高 反倒还压制住了琴的这边 比较好的路线啊 是 小飘又把琴卡到了 这样的话 看后面端过飘的细节 哇 落地下来开弹器 目前2-2的对决啊 是 我琴这一把 还是 你怎么变成后追XY的呀 啊 就刚刚反超了以后 啊 这一波就 再次角色发生糊 哎 琴这个出完又是有一点小脱塌 还有点担心 可能会被XY的路线给带到 对 但是琴的跑法 和路线选择要更为极限一些 WCWW落地暴力的一个跑法 这边延续又是被挡了一下 那现在已经来到加速代点了 这转向压车琴的微操细节很好 但是总是被XY挡着 在这张图被挡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 是的 已经来到最后的冲线了 最后的 脱飘 脱飘 请这一次终于拿到第一 Chicken在最后的弹射上面上强了 6秒7分 还好心里那个声音没有喊出来啊 这个画面我见过 对 应该是之前在麦卡赛 应该是麦卡赛 我说这怎么抄 因为在《幽光之城》被挡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 被挡以后你的节奏就会受到影响 你刚追上去一点点被挡回来 刚追上去一点点被挡回来 而这一来一回就可能导致 你到最后这个距离就变成永恒的距离 是这样的 这一个连 这个之前 琴和XY这个分档 计时成绩对比来说的话 其实琴在困难赛道 要比XY强上很多 但是当时分档 计时并没有跑反压这张图 当时跑了正压 正压的话 其实琴比XY要快了4秒 看一下反压吧 也许 这没喷 哎呦 Chicken的王图 起步没喷 哎 哎 哎 琴又点很贵 又没淡气 哎 那是什么情况呢 这太难受了吧 这 哎呀 无法形容的这个失误啊 这一段路 结果 Niko又给Chicken两个人互相的 呃 对抗 这一波对抗下来之后 XY又成了人生赢家 那在这一个路段 在这一个路段 这是大赢家呀 哇 一张反压 我们刚才在说 XY会不会对困难赛道 呃 比较难顶 但是 这一个起步啊 造就了他的天命开局 这边出完过来之后 进 进到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 对 但是这个操作侧身过来 疯狂卡气 哎呦 还在卡气 一直在卡气 琴这边已经上到了第三名 Chicken不愧着王图 现在稳居第二 看后面联系选尾 然后跟上XY的话 难度系数有点大啊 看一下这边的这个进到路线的选择 没有问题 没失误 对 看后面双弹射也可以 只要没对抗Chicken就行 是的 哎 这句话我好像去年下车位也说过 后面Niko有点的复位啊 就只要你不碰Chicken Chicken就行 但是如果你碰到了Chicken Chicken可能就要难受 行 这边上来了 他要开始碰Chicken了 这边想要直接上硬卡这个小喷 但是没有得逞 你的这个出弯过来 有一点小的磕碰 但是 外部内Chicken这边 能不能顶住Chicken的对抗压力 没顶住 而XY已经冲键了 还有个ECU 败了一秒 Chicken最后还是要弹 对 Niko也能够完成比赛 但是Chicken4秒5分 刚刚追回1分 对 现在一把被甩开了6分 这怎么办呢 这个第一名感觉 XY 势在必得呀 对 现在来到了请选图 那 是要怎么选的 是选出自己 即使比较快的图呢 还是说 先把自己的小分稳住 对吧 选相对简单一点的赛道 又能稳分 我觉得啊 这还是选择一些困难赛道来得好 琴的急速空港能跑1分29秒50 对 但是 你看用什么车呀 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 这种方式进入到了我们的小组赛啊 是 期待这把星天阿宝 对于琴来说 能不能吹起反击的号角 是的 起步 哦 Niko起步很快 Chaken外绕内 但是这招图外绕内真能出来 很慢啊 这边Niko又没卡满弹器 但是Chaken这边下来以后 又被XY反超 哇 这种复位能力 我觉得真的混战无解 1 2 顺利通过 3 4 都没问题 第一圈 是的 现在已经完成二分之一了啊 反射Chaken的个人技巧能力 我觉得他的镜头能力 完全OK的 是 这边虽然没有用盛车起手 但是快速延续的 暂时延续啊 用到的已经是比较极限 转向过来也没问题 哦 有极限的端控票 但是没有断掉 这个 有瑕疵 车速可能会慢这么一点 但是这边 轮轮过来之后 没点好漂移啊 对 端控票没断起来 直接冲下去了 这样的话 Niko又上到了第二名啊 但是目前你看 二三四名都在 一秒左右的差距啊 再看第二圈的这个技巧行间 哎呀 哦 但对于情来说真的快乐是你们仨的 这情这几局 哎呀 哦 完了 Niko 真有啊 这一口 这个应该是你说的 这个应该跟我没关系 是你先提的这查 这个我觉得在新飘宝上面 大家都能想得到是吗 对 都能想得到 但是想得到 未必有选手能做得到 但是说到了 我觉得就一定可能会想到 但是是你先提起这查 先不说这个 XY再次冲线 1分33秒 不是很快 但是很稳 就是这个感觉 好 最后还选择了内线的弹射 三秒镜 打四分 对 但是话说回来啊 Niko这锅必须你背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个人操作失误太着急了 但是他这个ECU的失误复位 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没看错的话 他应该是ECU开的有点早 有点早 而且他有点跟车跟得太近了 对 它是早以后 窜到了右边的一个草坪里 对 对 然后这个导致的复位 而这个开的比较早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想要及时地去提赋 而避悟到更远的距离 他想把ECU最佳化 对 对 完全就是拼的是什么稳定 对 所以说 其实每一张图的选择权 基本上全部都是 保博在琴 这名选拥的手里 就看琴打 想打什么赛道 如果说他就不想打海明之眼 那你留这个裁决 留也白饼 对 这看这种选择是比较赞同的 看起步 哎呀 岂不又一手神龙摆尾 而且是双龙细珠 哎呦 这一波 Tayken和Niko Tayken这个有想 那个弹射的想法 刚才 这个拖挑拖的有点难 速度还没最大化 看起延续 后面的话感觉大家看前去拖点问题 对 放了个暖气 来这边 动作解脱比赛已经是 这个入戏很深了 对了现在人车合一 哎这边沿上了怎么办呀 能沿上吗 不能沿上 沿上以后这一键就沿不上了 这个ECU我看过 哇 好极限的弹射 48秒8 可以 这边双杀的调整 出啊路线完全没问题 这边稍微球稳一手 半周快出 WCWW喷 他落地以后能不能卡四喷 卡出来了 而且这四下延续过来之后的路线 衔接盘射都没有出现失误 外日内 哎哎 外 外双外墙了 但是这一把 即使这张图请选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 第一圈的时候还第四名 Niko上来了 哎呦 有点难受啊 这张图确实节奏比较难把控啊 但前续也是延上了 那乖 这一把拿下 有点问题 双杀 稍微稳稳 最后再叹 1分36秒55 是 Niko这把第二名 哎呦 这裁决者拿出来之后 把自己给裁进去了 没关系 尽量强 有点可惜 你要这么想 嗯 对 其实可以 而且这推荐的这三辆赛车 差距都挺大的 对的 嗯 这三辆都没了 哎呦 这还是要强行的 打一手赛车反制啊 是 这个他也可能也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选的了 是的 对吧 就索性少一个对手就多一份期望 这样的话还能少点对抗 嗯 这确实 Chake'n对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张图 裁决者的优势在这段路就要显现出来了 对 把这边挡了一下 请 这边能不能 哎 Chake'n 完了 要走外 下面了 这条路线的话 还很少见啊 对 这个 端游的朋友们应该比较熟悉啊 哇 这太远了 是 XY 侧身过来之后 还被凡卡挡到了 Niko刚好出完 这个EasyCU开过来之后 还歪了 那这个氮气延续的话 落地下来 大拖 拖下去了 但是 氮气延续没失误 对 这边 琴快出点得很快 直接来到了第一名 反照Niko以后 还顺势拉开了一个车身位的差距 XY弹射没出 现在距离前方的琴 已经有一秒左右的一个差距了 这边 断空 飘 这里暴力过来之后 请点了复位 点完复位以后 就看Niko后面这个断空飘 会不会稳住 没稳住 但是 XY也撞墙了 而琴这边有机会 留着最后冲线了 半气延续 XY没有延上 最后琴能犯超吗 犯超了吗 没有 差一点点 但Jekan的话 这局拿到了五分 我觉得 可能和Niko之间的差距要被追回来很多了 追回来很多了 因为Chake原本是比Niko要高的 高了四分 虽然说Niko感觉存在感要比Chake强 但是你看分数 这一个海冰之眼选的整体的对抗 还是不错的 就是完全是对抗能力 但是最后的这个ECU的释放 没有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这就是后追不紧张 但零跑紧张 就是这个最后的淡气延续 真的能够左右占据 是的 但这里吧 这会被手跑 手跑 哇 来自选手琴 看起步 手样 写实的封顶赛车 哇 这个 刚刚看上去啊 这个视觉效果 可能会 有点 奇怪 对 但是 看奇怪了 因为看到很多的视频 选手跑的录像 我觉得还是很酷炫的 这边淡气也就没得上 有点歪 就广强了 对 这个是 哎呦呦呦 递递剪甲制裁了一波 看一下卡器 这个机器能力也是不错的 再来弹射 这正常来说 转向车的弹射手感 都会比较好 是的 落地以后 这边肯定没问题 因为是转向车 而且路线把控非常的好 直把衔接的都很到位啊 是的 哇 能否在这张图上面的一个表现 已经慢慢拉开 拉开 但是复位又回来了 所以距离拉这么大 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 又没得到 这个星星加速带 落地的弹射 还好 是 放晚 那对于琴来说 这个后追 是一回事 是的 后追上去以后 你能不能反超 才是拿低 来了个侧身 被顶了 延续 被顶以后 再次落到第三名 看接下来 进入到室内最后的路段 才是事故高发路段 请一个弹射 出来以后 第一 瞬间变第三 让我回去了 拿不到这个第一了 看科尼赛格 有没有机会 最后机会实现反超 如果要能反超的话 那就是科尼赛格 在本地亚人员 当中的首次重现 最后外绕内反超了XY 断空 断掉了以后 WCW 让我们恭喜琴 驾驶着科尼赛格 完成了科尼赛格 首秀的情况下 也来到了科尼赛格的首冲 是的 极度控告 同样也让我们恭喜 NICO 在本组比赛当中 拿到了第三名 没有能够进入到加赛 不过科尼赛格的首跑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在和列帝悬甲 这样的对抗赛车 来进行对抗的情况下 有压力 确实压力非常大 对 但是你可以依靠自己的优势 去弥补自己的劣势 你不能以己之短 去攻敌之长 你要以己之长 去攻敌之短 你要在过弯速度 还有直线的时候 去弥补 去弥补这个对抗的差异 是的 能看得出来 尽量不要弯道超 其实在这次 大部分的第一视角 我们看到了科尼赛格 这辆赛车 包括说 请这名选手的操作 它的细节出弯 打得还是很好的 是的 尤其是在 室内的连续调整上面 对 而且和选手们有聊 问他们科尼赛格 跑什么图 也比较合适 其实他们拿到手的时间 也不是特别长 对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就觉得 其实每张图都可跑 对 但是你看哪张图 你能够去 打压其他选手赛车战术 这个才是 把科尼赛格 发挥出最大威力的 重中之重 而在 在所有赛道 如果真的要做取舍的话 XY这名选手 这个稳定性 可分得非常高 可怕 不管是面对到 琴的什么样的选途 都能够拿到 绝对的分数 是的 而最后